以下节目是由长春藤指导特约播映 江教授研究美国长春藤和其他名校的入学标准多年 已经成为长春藤和其他名校的入学通 是美国国家大学招生指导协会资深会员 而且把儿女双双送往长春藤大学 江教授您好 您好 米娜好 还有观众们好 江教授大学申请了在美国来说 需要通过哪些标准考试呢 我把它这个考试凡多 非常多 我把它归为四类 第一类非考不可是SAT或者ACT 这个等于我们常说就是美国的高考 但是美国的高考跟中国高考 还有台湾 香港高考都不同 那是一次性的 这个是有好几种 那么第一种是SAT ACT 第二种是AP考试 第三种是PSAT 第四种是SAT科目考试 也叫SAT2 所以总的说来就是比较干净的说 就这四种 SAT ACT 然后PSAT AP SAT SAT科目考试就是四种 那说起这个SAT ACT了 该考哪一个呢 这个呢我们经常会收到这样的询问 那么最关键呢我会劝这个 其实这两种考试呢大同小异 但是呢学生还是希望 哪怕有一点区别 我也争取要考得最好嘛 那么呢最好的方式呢 就是两个考试 同时到我们办公室来啊 到我们学校来做一下 做一下之后呢 我可以评估一下 然后学生自己呢 也可以感觉一下 我哪一个考试考得好一点 哪个考试容易一点 所以呢 这两个考试总的说来大同小异 也有呢 就是准备了SAT 往往会把ACT也考得非常好 对 SAT可能稍微难一点 所以要准备的话 干脆准备这个难的 然后再去考ACT 也非常水道促成 对 那说起那另外还有一个是PSAT 是什么呢 PSAT呢跟SAT非常接近 但是呢它是所谓P代表pre 代表提前SAT 提前SAT有几个原因 一个就是呢 是这个国家优秀学生奖学金 的这个标准考 那么呢 它就是利用这个SAT 同样的类型的题目呢 来选拔学生 以便他们在上大学的时候 得到这个国家的 优秀学生奖学金 是这么一个考试 那么它有别的好处 它有别的好处 一个是它练习了SAT啊 因为它跟SAT很类型 它是提前SAT 第二个呢就是十年级学生就应该考 他在申请十年级下校的时候 这个PSAT可以起一定的这个帮助 那PSAT考得好呢 也预造你的SAT会考得好 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您刚刚有提到 就是叫SAT2也就是科目考试 那个又是什么呢 科目考试呢 很多一般的大学呢 不再严格要求 但还是推荐 所谓科目考试一共有十七门 那么多 有那么多 所以这么多是什么呢 比如说有这个英文文学考试 有这个西班牙语考试 法语考试 还有数学有两个考试 还有生物考试 物理考试 世界史考试 还有这个 比如说美国历史考试等等 这个就是说 你考得越多 越显得呢 你的高中课程学得多扎实 并且要考很高的分数才好 所以我们一般是希望学生 能够直接考到800分 800分就是满分 那您之前有提过了 那就是这个AP考试呢 对大学申请非常的重要 麻烦您再重温一次 是AP考试呢 是这样啊 是大学课程 提前修完 在高中就修好 然后呢 并且参加一个 全世界统一的 这个大学课程的AP考试 那么这个考试呢 最关键就显示 你的学术能力 并且呢 进了大学以后呢 可以提前从大学毕业 可以wave掉 大学本来要求的 这些课程 然后提前给它做掉 并且呢 这个在申请大学的时候 显示你有这个 非常强大的 这个academic record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说起这么多标准考试 该如何规划呢 哦 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对 您讲的这个是 因为你想啊 标准考试这几个特点 一个是繁多 各种各样 第二个呢 是又非常 每一种考试又不同 取分方式不同等等很复杂 第三种就是 我在这个高中 九年级开始到十二年级 实际上十二年级 这晚了一点 因为十二年级正在申请大学了 就从高中九年级到十一年级 要非常就是说恰当的 把这些考试呢 都build into the process 都计划在九年级 十年级 十一年级 那么这个呢 需要一些比较 强细精明的一些计划 那一般您会建议了 这就是因为有那么多的考试 那一般学生什么时候要开始学呢 又开始修呢 九年级 应该来说 九年级 九年级一般的 这个华裔的学生呢 他的这个数学比较好 他可以把数学考掉 然后九年级呢 这个学校学这个生物 也可以把生物考掉 那么十年级可以考化学 因为十年级学校 学化学可以把化学考掉 十一年级再考物理 那么这个就科目考试就这样 有三门四门就可以了 那么SAT应该在十一年级考 因为十二年级申请大学嘛 那考早的考不好 那么十一年级应该成熟 已经到了一定成熟程度 可以考好了 AP呢 也是九年级 十年级 十一年级都可以考 那PSAT呢 十年级可以考第一次 十一年级呢 就叫做真正的国家优秀学生 奖学进考试 那说起呢 你们长春藤了 即将开办 在暑假 即将开办 那个SAT和PSAT课程 麻烦您来介绍一下 我们平常呢 是开AP课程和英语课程 就比如说这个学期 到了暑假 有大量的SAT课程 那我们把SAT呢 分四个部分 那一个是这个阅读 一个是呢 这个写作 还有一个呢 是SA 它这个SAT 它把写作分两部分 一个是具体写作 还有呢 就是数学 这个PSAT SAT同样准备 所以现在已经可以是报名了 可以报名 对 抓紧报名了 那你们的报名电话呢 报名电话呢 是408 982 3425 408 982 3425 好 我们非常感谢江教授 那正如江教授所说的 那长春藤呢 他们的暑期课程呢 尤其是SAT PSAT呢 现在呢 就已经开始招生了 名额有限 先到先得 所以大家呢 急得赶紧去报名了 那我们现在进入一段广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